法国参议院访团来台第二天 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 表达欢迎之余 蔡总统也颁赠大受金银声张 给这一回率团前来的 法国参议院外交际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格里欧 表彰她一直以来对台法国会交流的贡献 我要代表台湾人民 感谢格里欧副主席为台法关系的努力和贡献 在上个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我们看到法国为台湾发声 格里欧副主席也致函四位的谭德塞干事长 重申法国304位参议员 支持台湾参与WHA 展现出力挺台湾的情誉 把握机会蔡总统向力挺台湾国际参与的 法国参议院温情感谢 格里欧也热情回应 现在我有责任 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份殊荣 当面承诺会在任何情况下捍卫台湾 格里欧甚至点名某些大国打压台湾 打开天窗说亮话 等于间接向中国宣示台发友好 不只是嘴上说说 而蔡总统也表示今年上半年 法国是欧盟轮值主席 希望加速推动台湾跟欧盟双边协定 让双方紧密交流 台发关系持续升温 有了盟友支持 也让台湾在国际场域上更有筹码 欢迎新闻林委续黄云廷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转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环宇新闻